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法将PDE转成为ODE的连离方程 用变数分离法把一个ODE转换成几个ODE的连离方程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解ODE 一个一个来解它 尽量的解 除了它一般的通解之外呢 假设你有Bundal Condition 假设你有Initial Condition 可以使用了 就把它用进来 到最后面我们发觉我们可以解决掉一大部分 但是也有一些没办法解决的 那我们不管它 我们直接就来重新怎么样 组合成为完整的解 这完整的解呢 只是形式上完整 在有些常数上呢 还没有解决 但是有些时候的状况 你根本就不需要 把完整解上面位置的常数通通解出来 有的时候不需要 因为你已经得到你的Information了 那就OK了 但假设你需要 那么你紧接着就要把完整解啊 里面还有未知的东西呢 全部解 解完之后 最后才会得到Final Solution 这时候解的方式呢 我们就透过你可能还没有使用过的一些Bundal Condition 跟Initial Condition 还有这里面的正交的特性 那么最后的解就可以得得出来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上师所讲的这些东西 今天要来讲两个例子呢 是哪两个例子呢 有一个呢 上个学期已经讲过了 OK 我们今天再复习一下 今天要讲两个例子 第一个 我们有个导体的球 未必要导体球 导体的球 好了 我看看 OK 导体的球 这个导体呢 接地 但是呢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均匀的电厂里头 假想这边有一个很远的地方 有个平行板 很远的地方有个无穷大的平行板 所以呢 它这边的电厂一定是这样发射过来 这边一定是这样发射过来 本来这边也应该是这样子啊 但是你却在这个空间里面摆一颗导体球进来 那发生什么事情 那导体球呢 它上面的电壳就重新分布了 比如说这边是正的 那势必把很多负的吸引到这边来 把很多正的排斥到这边来 这正的不只是受到左边这个无穷大面板的排斥 也受到右边负电的无穷大面板的吸引 所以你就变成这边有个分布 这一分布之后 这边电厂呢 一定受到改变 那基本上呢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它可以有类似这样子的 的一个改变 那到了这边之后呢 它可能会掉进来 再从这边再出来 这边呢 掉进来 这边呢 再出来 那这里面呢 理论上应该没有电位 因为完全都被挡掉了 OK 因为它是接地的一个导体球 我们来解解看 看看里面跟外面 是否能够像我们的感觉上面得出来的一样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也就是非常像啦 但是呢 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磁性的球的 我们有个磁性的球 这个球啊 假如说呢 我们把它偏激化了 OK 让它的这个 magnetic moment 通通都排列整齐 OK 比如说 我们呢 这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 M 好像你拿一个磁铁 理想的磁铁 那它的偏激化方向是一个 那请问一下 它周遭的磁地线是怎么分布 强度是多少 OK 那我们来解决这两个简单的问题 就可以了 以这个问题来讲 很简单的是 我们马上就看得到 假设我们是讨论到 是它这个东西的附近 里面或者是外面 一个导体来讲 一个导体球我们都知道 假设是上面有个电荷 电荷一定会互相排斥 对不对 假设你是正电荷 都在这边 那它一定会互相排斥 或者是副电荷都在这边 它也会互相排斥 这一排斥之后 它一定会坐落在 它的表面上面 而且坐落在表面上面的 电荷还有一个特点 它遭受到 其他地方的影响 比如说我一个球 比如说这个 电荷都跑来这边了 那你就会问有个问题 我坐落在这边 我会受到周围 电荷分布的影响 那周围对我的影响 一定只有一个方向 一定要垂直于 表面的方向 因为假设说周围 对我的影响 有个水平的方向 切线的方向 那我一定要运动 因为我可以在导体上面运动 运动到最后面 我不能跳出来而已 所以最后面 不管怎么样 你们对我的作用 一定只剩下垂直于表面 那这个代表一件事情 它的电力线 假设是负的往内的 那么电力线 只一定要垂直朝内 假设是正的在这边分布 最后得到的结果 它一定是垂直于表面出去 要不然它电荷就要重新分布 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 它一定要这样子做的 它才能够达成平衡 OK 我知道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考一个 最简单的考试 请你告诉我 导体球上面电荷怎么分布 我跟你讲 纵使到了研究所 还有三分之二个 物理系的学生写不出来 为什么导体球上电荷 要怎么分布 他们只会告诉我们说 导体它电荷一定分布在表面 你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不知道 OK 那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这应该国中生就要知道的事 但是很多人都把 基本的概念忘掉了 所以导致于 他在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处理 他会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公司背起来 然后把它带进去 然后就算 但你公司背得出一个公司 带进去 一定可以算出一个答案出来 对不对 只是他搞不清楚答案 对不对 OK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从 基本的概念开始 好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 那一旦是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面临的就是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equation 来解决掉这个问题 好 所以我们就把第一个example呢 写在这边 我们现在面临的呢 是一个导体的球 这导体呢 我先给他一个半径 叫做A好了 我看看是不是A 好 A 然后他处在一个 很均匀的电场里头 当然我就先画一条线 代表这条线 不受他的影响 有个E 但我怎么来描述他 这个道地球我们要接地 OK 好 那基本上我们来看 在这个空间里面 外面这个空间 这空间有没有自由电荷 没有 里面的空间 有没有自由电荷 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 假设我们要了解 他周围的电场 或电位的分布 那电场的麻烦呢 电场是个向量 像你又要分解 又要干嘛的 还没做之前 你就已经快昏倒了 假设电位呢 非常容易 对不对 因为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 一啊 跟电位的影响是怎么样 它是电位的gradient 电位的梯度而已 加个负号就好 所以呢 与其呢 我们直接算E W先算V 因为V比较简单 是常数 不是常数 它是个存量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描述里面跟外面 没有自由电荷地方的存量呢 遵守的是什么equation Laplace equation 不是poison poison要有电荷 它遵守的只有一个 是不是 反正你要记住 你记不记得 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 我们物理里面 熟悉的几个形式 Wave Wave是什么 等号的左边是空间的两次微分 右边呢 时间的两次微分 对不对 这个时候U代表是什么 震幅 震动 垂直于 它的震动状况 假设是heat thermal的 那么 左边呢 也是两阶 右边呢 只剩下 比如说我先讲这些 只剩下 时间的一次微分 那这个是热流的 那这个是U代表什么 温度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我们又讲了poison 对不对 也就是空间呢 两次微分 右边呢 可能是等于什么样的 一个电荷分布 好吧 OK 一个电荷的分布 它可能有个常数啊 什么的 我通通把它吸收到这里面来 那么 这个 就是 有电荷分布下面的电位啊 那或者是poison 或者applation 那也就是 它完全 没有电荷分布 对不对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我们介绍shorting equation 那差不多就是 这几个形式 那既然我们里面 外面都没有电荷 我们就用这个来描述 就可以了 好 用这个来描述 那这个是个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后紧接着就要有 boundary condition 对不对 那 这个可能不需要 initial condition 因为它是静态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来解决掉 这个问题 boundary condition 可不可以写 可以啊 它就是无穷远处的 医药 怎么样 等一个常数嘛 OK 它要往一个方向前进 还有一个表面的电位 一定要等一个 但是做这个问题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我们遭遇到的就是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座标系统来描述它 你可不可以用xyz座标 可以 但是遭遇到第一个问题 我怎么来描述它表面一定要等于零呢 一个球的表面等于零 我用xyz怎么描述 你说简单嘛 我就用球面座标啊 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要等于a平方 对不对 只要符合这个式子的xyz 所在地 就电位一定等于零 可以啊 这是以亏情我不晓得怎么列而已 但假设我用球座标 那起码简单多了 球座标你记不记得 我们球座标是用什么座标 半径 θ跟φ 好 半径指的是什么意思 半径指的是 假设我们有一个座标系统 这个是xyz 你可以描述这一点叫做xyz of course 这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嘛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描述它为rθ5 那这是什么叫做r 距离圆心点的这一个叫做r 那什么叫θ 距离垂直轴的这个角度 叫做θ 什么叫做5 当你把这一点呢 投影到 xy平面上之后 在xy平面上连线的这条线 距离x轴的角度 这个叫做反 记得吗 假设我要这样的描述它 好像会比较简单一点 为什么呢 对一颗球的表面是在什么地方 r等于a的地方 一个事实就把它解决掉 对不对 而不是写说 要遵守这个球面方程式的 一个equation 哇那那个太复杂了 假设可以这样很好 但是rθ5 我怎么定义它 在我这边画了这个图里面 我是先画个xyz坐标之后 我来定义 定义呢 距离远心点的距离叫做r 跟z轴的夹角叫做θ 所以你起码要知道z轴在什么地方 什么叫φ 就是这一点投影到xy平面上面 跟圆心点连线的这条线 跟x轴上面的夹角 那既然你要投影在xy平面上面 你要跟x角做个夹角 那起码你要知道x跟y在什么地方 xy平面在什么地方 起码我们要知道 对不对 那我要先定义啊 那我现在在这里面 我要怎么样定义比较方便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们 假设你一个外在的影响 我们的一个力量 不管影响我们是什么 在这边是个电厂 它来影响到这颗球 我们最好就沿着影响的方向 设定为z轴 所以在我们这个状况下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假如说我们将这个方向 定义为z轴 那xy在哪边 垂直于它的这个平面叫xy 但xy一定要 x cross y一定要等于z嘛 对不对 这个是个垂直坐标轴的定义 所以我干脆我把 这个叫做y 这个叫做x 我先画一个有一点点立体的感觉的东西 那这样子就比较简单了 哦那我弄错了 没错 那应该是这个叫做x 这个叫做y 对不对 x cross y才会等于z嘛 好 假如说我们这样一定义之后 很多东西就可以开始写得下来 第一个什么叫做bondery condition呢 它有两个 第一个 在这个表面上的v要等于0 也就是说 在我们上面这个式子v呢 已经是r θ跟φ的一个坐标表示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什么 v呢 在r 很远很远的地方呢 这个地方的电场呢 不受到影响 ok 不受到影响 那我们的e呢 是什么 e本来是一个e的强度 因为它是constant的 记不记得 平行板电容器里面的电场是什么 常数 但是方向呢 指向z的方向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呢 在我们这边 我们要怎么写 本来是指说 根据这个式子之后呢 我们这个v啊 本来是负的 e 乘上 一个距离z 也就是 我们的电器板电容器 这边是1 那么这一点的电位是什么 很简单啊 我就看看距离是多少 这一点的电位呢 e乘上d 方向呢 一定有正朝向负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这样子写 e乘上一段距离叫做z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我不能用z来表示 我要的是r theta phi 所以这边我可以更进一步 把它写成 负的1 r cos theta z轴上面的大小 这一段怎么来表示 那当然就是r半径 乘上cos theta 投影在z轴上面 方向在哪边 这边呢 因为是常数 所以我就先不写方向 对不对 不需要有方向 那这个什么时候适用 当r很大的时候 适用 ok 因为很靠近它的时候呢 电场就受到影响 很远才没有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把这个呢 叫做boundary condition to 好 到这边为止 看起来好像已经裂完了 我们要开始算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把上面这个laplus 开始做一点事情 这个会等于什么 假设是在垂直坐标系统里面 我们这边做些note 待会会会擦掉 它就很简单啊 对不对 它就是这样子 但在求作法里面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上学已经学过了 它可以写成什么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之后因为整个狮子等于零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样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 二阶微分呢 在求作不要展开来的狮子 不是每个人这个狮子会 你一辈子都会记得住的 假设你有这个能耐 那非常棒 对不对 假设没有了 起码你要知道 可以这样展开来 那怎么展开 忘掉那该怎么办呢 就去查数学术 它告诉你怎么展开 你就把它展开来就是了 OK 那就告诉我们 当我们下次再讲 助作标的时候 就要对着助作标展开来 OK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好 这个呢 第一个试子 我们已经建构起 我们的PDE了 我们现在开始要利用 我们的变数分离法 把它分解成为 几个联义方程 目前我们有几个 作标系统 R Theta 5 分解成三个 联义方程式的 ODE OK 我们怎么做 在这里面 V呢 是V的 R Theta 5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用变数分离法的时候呢 我们叫LAT 这个怎么样 可以写成为 大R 大Theta 大FY 的三个函数相成 这个就是第二个试子 然后我们再根据我们先前的 变数分离法的方式呢 就是将这个假设呢 2 带到1里面去 再除以2 诶 它就可以被简化了 我们看看它可以被简化成什么样子 这个1带进来 PasioR PasioR只对前面的大R作用 所以Theta跟Fy的函数通通没有用 就提出来变成常数 这后我又除以自己一个 那是不是提出来 Theta跟Fy的常数会跟Theta跟Fy消掉 留下个R分之一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你就得到个大R分之一 那里面造型 抱歉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用Pasio了 因为里面只有一个 单独变数的函数 第一个就可以写成假 第二个呢 还是一样啊 这个Pasio只对ThetaPasio 所以就相当于变成为 对大Theta的权威分而已 那其他的呢 都变成常数提出来 又把自己除掉 所以你会得到除掉 剩下一个大的Theta在分母 那其他呢 造成 对不对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 后面这个呢 也一样啊 后面这个我把顺序稍微颠倒一下 好不好 我先把这个常数 先造写 然后再把这个大Fy 写在这边 我们就写成这个式子 我们就开始观察 在这个式子里面 有什么变数 Z变成什么 变成为什么RcosZ大 是不是 对 因为我假设定义这边叫做Z 就相当于在这个地方 它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平行版电容器里面 一是常数啊 所以第一个式子 这没有问题吧 没有没有 我现在只是说 第一个这个写法 我是先用XYZ的方式 我来表达给你看 懂我意思吧 就相当于在 在这个平行版电容器一样 一个平行版电容器 假设很大很大 不考虑边际效应 这边E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常数嘛 对不对 它就会等于 一个常数 乘上 假设这个方向叫做Z Z方向 EZ啊 对不对 那只是说 这个是XYZ坐标 我要把它转换成为 球坐标的时候 球坐标我还是要定义出 一个Z的方向出来 只不过这个时候 我不是用Z来表示 在XYZ坐标的时候 你当然是用X的大小 Y的大小 Z的大小 来表达一个向量 一个A的向量 A的X的分量 Y的分量 Z的分量 对不对 但我现在不是啊 我要转换成为 R的单位向量 FID的单位向量 FY的单位向量 才对啊 因为我是要用 R FID的坐标 那这个时候Z就要变化了 那由球坐标 它告诉我们 Z轴是什么 Z轴是这个参考轴 那Z轴上面的大小 不就是这个半径 投影到这边来吗 R COSID FID 投影过来 那这一段的大小 就是Z Z不就是R COSID FID R COSID FID 对不对 我只是这样把它写过来而已 了解吗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V是E乘上Z 它这个量 这个量我就按照这样子写 OK 所以大家先把它记住一下 所以呢 当你真正进入一些状况的时候 你会发觉 纵使你坐标系统决定了 Boundary Condition上面的设置 可能不再这么简单 你要去思考看看 它是什么样的形式 哪一个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可以用的Boundary Condition 你可以找出一堆条件出来 不是每一个用起来都那么好用 OK 所以呢 大家就要注意 像我们以前 考试的时候 我们老师就很喜欢 跟我们开这个玩笑 题目一出来之后呢 Boundary Condition一堆 它不晓得哪边找来 一堆Boundary Condition 你都搞不清楚哪一个可以用 那就要开始把方案式列完 就开始去找 到底哪一个 才是有效的Boundary Condition 甚至要把谁跟谁合起来之后 就变得有效 要不然呢 就像你在寻宝一样 有没有可能说 你要去探一个 探一个矿 黄金矿 就到了一个无人岛上面 就发现地上有一个标志 一个箭头 你沿着它走 就找到黄金矿了 有没有 有才怪了 你自己要去搜索 OK 找到有效的 才可以 OK 好 那我们继续下来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只有这个地方啊 把Phi分离出来 这里面有没有Phi的函数 没有 这里面有没有Phi的函数 没有 Phi的函数 通通集中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只有这样子而已 所以好像 头一步的分离 就没有像以前这么简单 分离到什么都可以的地步 好 但是什么叫做Phi 根据我们现在所设定的这个坐标 Phi呢 也就是沿着Z啊 在旋转的 这个角度叫做Phi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Phi呢 你可以说 像以前一样 哇 好 没问题 我就假设这个等于一个Alpha 然后Alpha到底是可以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0 等于0 小于0 都有可能嘛 然后再一个一个下去判断 可不可以 Of course 当然可以啦 OK 但是简单一点的呢 我们可以用经验来判断 我们来看看 假设我的电场只朝向这个方向 电场只是一个向量的函数 这个向量是哪个方向 Z方向 诸尺而已 它有没有Z打的方向 虽然说这边有个Z打出来 但重要的 它只是朝着Z走方向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它在Phi的方向 Phi不是沿着Z走旋转的这个角度吗 它却是对称的 对不对 沿着这个过去 纵使说我的电场进到这边 这附近都会受到影响 但是你从这个眼睛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的时候呢 它在这个Phi的角度上面 却是对称的 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V啊 在怎么样 R Theta Phi 它跟V在 R Theta Phi加2Pi上面 都一定要对称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 我把这个球呢 画一个比较立体一点 比如说这样 不要不要不要 Z走旋朝向右边 我画成这样 这个是 这条线是沿着Phi走 在画的一条线 假设我这个地方有个电位 我已经决定他的电位了 然后绕一圈回来 回到哪边 回到原来的地方啊 你告诉我 这两个地方电位是不是要一样 废话当然要一样 我只是讲同样一个地方 对不对 他一定要遵守这个定则 这一遵守之后 你就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 循环的边界的条件 你任何东西 转了二分之拍之后 回来要原来的数值 你告诉我 Exponential办得到吗 Exponential X 然后再来 Exponential X 再加上2π 假设是这样子 假设这个叫φ好了 φ加2π 你告诉我 这两个会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对不对 记住哦 这个式子 假设你把它等于α 假设等于α 你是不是很快的 就可以写出来 对不对 那这马上就可以 解就把它解出来 它在φ的上面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为 假设α大于0 α大于0 是不是A Exponential sin 根号 负α phi 再加上f cos 更号 负α phi α小一点 对不对 它是不是这三个 of course 但是呢 要遵照我们这一边的这个条件 你发现 第一条式子办不到 你把φ 跟φ加上2π 摆在一起的时候 这两个式子不会相等 摆在这边也不相等 你看看吧 第二个 Cφ加上D 会等于C的φ加2π 再加上D 这两个会一样吗 会不会一样 当然不会一样 因为差一个2πC啊 再来一个 最后面 只有它才成立啊 对不对 只有它才成立 它才成立 因为它是周期性的函数 我们发觉 当你绕了一圈 回来到原来的地方 当然数值是不变的嘛 好像我现在看着大家呢 都是这样子 等我绕一圈回来之后呢 我看到了 结果呢 不再是同学坐在这边 是一堆恐龙坐在这边 对不对 好像进入另外一堆空间一样 不可能嘛 所以既然是一样的 那一定要周期性 我就只能使用这个 既然你知道是使用它 那我可不可以定义一下α α这样写 根号-α多难啊 多麻烦啊 我把它写成叫做 -m平方 可不可以 -负得正 平方再开根出来 变成m就好了 那这整个 整个很复杂的式子 就变得比较简单了 所以呢 我们直接把它定义成为 -m平方 是不是就变好很多了 那么它的解就只有一种形式 e-sine-m phi 再讲 f-cosine-m phi 这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那我就假设 这个是等于 这个这样就好 当然啦 你可以问你一件事情 老师啊 干嘛这么麻烦呢 既然我从这个角度 看过去的 这个fi 脚上 统统都是对称的 记住 它不只是绕二分之拍 回来之后 要一样 它跟旁边一样 跟这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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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电场 是这样过去的 碰到个圆球之后 大家都要一起 变形进来 那在这个 同样地方的 这个环路上面呢 纸都一样啊 你就它fi脚上 完全对称啊 完全对称 我还去 对它微风干嘛 它通通都一样 我跟最把这个 式子削掉就好了 对不对 那v就剩下 r跟θ的函数啦 连fi都不要了 那不是更快吗 可以啊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 但比较general的 我们先这样子写 到时候你让m等于 0就是的嘛 m要是等于0 0乘上个什么东西 通通等于0 那么这个式子就不见了 对不对 我们先把这个寄前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现在还是有个问题啊 前面的这些 没办法处理啊 还没有处理啊 所以我们先把它 重整一下好不好 重整一下 我们把我们要的式子呢 先抓出来 这个 等于 我把它抓过等号 等于一来之后呢 我把这个叫做 那其他的地方 因为这边有r 平方3 平方θ 是不是代表 这一大串的东西 要乘上它 对不对 那 它 这个留在等号的左边 那是不是这一大串 要移到等号的右边 要变好 就变成负的 我把这边呢 先杀掉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把这个乘过去 我就可以变成这样 我让第一个式子 给你负的m平方 m呢 是大于0的正整数 就像刚刚的假设一样 你们的整数是用哪个符号 n是吧 n还是i 整数呢 z是吧 ok 好 属于z 好 那其他呢 就可以重整一下了 其他呢 你会得到个式子 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 所以呢 我们从我们一开始呢 我们的位置数是什么 从我们一开始 我们的位置数是v的rθ5 进人到我们位置数是大r 大θ 大5 现在又引进来一个m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只知道它是属于 这大于0的整数而已 ok 我们继续下来 那下面这个要怎么办 下面这个要怎么办 我下面这个式子 我们来编号一下 好不好 这是第二嘛 所以这个是第三 这是第四 我们讲第四个式子呢 你发觉一件事情啊 这个地方除了这么有r平方之外 所有的θ都集中在 右边的这两个项 但其中有个共同点 它分母的地方 都是r平方分之一 r平方分之一 那是不是 假设我整理一下 相当于我把r平方分之一 提在外面 那么里面就没有r平方分之一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又把θ分离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把这个呢 让它等于k好 ok 让它等于k 那等于k的时候呢 我们这整个式子呢 就可以更进一步的分解 给大家看